有件趣事,和朋友们分享一下,前两天下班,乘电梯的时候,遇到两位二十多岁的女孩,一位女孩短头发,已在电梯一角,用手扶着额头,看上去不太舒服的样子,另一个女孩扎着马尾垫,在短发女孩旁边叽叽喳喳,你知道吗? 胡哥来咱们这拍电视剧了也,我从路透照里看到,胡哥真的好帅,最近大火的那部电视剧你看了没,里面的男主角长得真不赖,和我家胡哥有得一拼了,短发女孩沉默着,没有吭声,马尾垫女孩伸头问道,你怎么不说话? 短发女孩悠悠地回了句,你刚刚说的那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吗?我只在乎我的头痛,什么时候能好?这句看似不太礼貌地回答,一下就击中了我的心房。 美国埃莫里大学教授马可说过一句话,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,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99%的事情,对于我们和别人而言,都是毫无意义的。 确实如此,我们常常将时间耗费在了99%无用的人事物上,却忽略了1%,而那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部分。 01,边界感,有两则王妃的故事,可能大家都听过。 王妃和窦为离婚的时候,有记者问她,你的离婚手续是不是已经办妥?王妃答,跟你有什么关系啊?记者说,我们的读者想知道。 王妃答,我还是那句话,跟你没有关系,跟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。 还有一次,王妃和谢霆锋在家接吻,因为窗帘忘了拉上,被狗仔偷拍了。 有媒体质问王妃,你以后是不是应该注意点? 王妃毫不客气地反驳,我的窗户是对着一座山的,所以我觉得我没做错事情,应该检讨的是他们。 我不觉得需要去防范或者什么,我在家接吻,关他们什么事啊? 说实话,我蛮欣赏王妃做人的原则。 因为终其一生,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,人与人之间需要有清晰的边界,这种边界不仅仅是身体所要保持的距离,更是心理上的间隔与分寸。 用两句话概括就是,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,与他人无关,他人的生活是他人的,与自己无关。 如果说,王妃的做人原则印证了前者,那么电梯女孩的做人原则就印证了后者。 零二,关我屁事与关你屁事,在《一期奇葩说》上,作家冯唐说了这样一句话,其实人生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,一个是你要仔细问问关我屁事,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你屁事,你就能知道哪些是错的,哪些是对的。 这句话听上去简单粗暴,但是想来却颇有道理。 我有个同事小语,常常和我抱怨生活好累,工作一天感觉精疲力尽,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躺,感觉一整天好像又没做成什么事。 为什么?因为他早上九点来到公司,电脑刚打开,光弹出来一个框,王心灵再度爆红。 这个不错,点开来看看,十分钟过去了,因为他正马不停蹄的马字呢,听到同事必讨论同事C的八卦,哎呀这个我也听说了,必须要聊啊,然后端着茶杯凑上去。 因为他快马加鞭的赶月度计较呢,前排公位探出一个脑袋,你看看这个口红咋样。 然后又不淡定了,外界的一举一动,一起一扶,都能打乱他的节奏。 一天下来,当然觉得又累又没有收获。 美国心理学家鲍麦斯特,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,叫做自我损耗。 所谓自我损耗,就是你看似什么都没做,但是你的每一次选择和纠结,都是在损耗你的心理能量。 每消耗一点心理能量,你的执行力都会下降。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,越是简单的人效率越高,越是克制的人走得越远。 因为他们能远离那99%与自己无关的事情,在心里说一句,关我屁事,然后将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有个习惯。 写作的时候,绝不出家门。 哪怕他因为写不下去而来回地踱步,哪怕生气到把家的门板给拆掉,他也绝不会离家半步。 因为他明白,如果自己找一个出去放松一下再写的理由,最后的结果,一定是被外面跟自己无关的事情所消耗。 耐心熬下去,度过一时的枯竭期,才能成就一篇好文章。 我们前面说,99%都无用,那什么是1%的生活? 这就是1%的生活,放弃99%的无效信息,不让别人随意介入你的生活,不让外界的纷争、口舌、人际随意打乱你的节奏,将时间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。 只有这样,你才会做到真正的高效,你的内心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宁。 03,不干涉,自媒体博主方美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 她年轻的时候,是个热心肠,什么人都想了解一下,什么事都想掺和一脚。 当时单位里有个同事,刚刚买了新房,正筹备着怎么装修。 方美丽热心地给对方提建议,听我的,一定要铺地板,不要贴瓷砖。 刷漆的话,你不要找某某装修公司啊,找这家,来,我给你电话。 厨房啊,厨房千万不要装成开放式的。 她事无巨细地跟对方交代,这位同事也很是受用地点了点头。 过了一段时间,她问那位同事,家里装修好了吗? 同事答,装修好了,我们还是选择了瓷砖,厨房还是坚持开放式的。 方美丽当场,觉得一盆凉水泼了下来, 合着自己说了那么多,都是白操心。 马克·李维在《偷影子的人》一书中写道, 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,这是他的人生。 很多时候,一段关系之所以类, 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在别人的生活里指手画脚。 但其实,别人的生活,关你屁事。 干涉太多,既好精力,又不讨好,何苦呢? 在一期《非诚勿扰》中,孟非做了这样一个假设, 假设你看见你兄弟的女朋友,和另外一个男人单独在一块, 你会选择告诉朋友,还是沉默不言呢? 有位男嘉宾回答,我会告诉他, 因为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让我的兄弟痛苦。 一旁的观察员陈明确说,我应该不会说, 因为信息量不足,我无从判断, 哪怕我看见他们一起走进了酒店的大门,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有很多的可能。 孟非表示赞同, 然后她补充道, 我们眼睛看到的一部分, 仅仅是一部分。 另外一部分, 我有一个原则叫, 绝不轻易介入别人的私生活。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, 是明白别人的生活, 与自己无关。 一切月祖带跑企图干涉他人生活的行为, 都是在给彼此寻找烦恼。 正如马云所说, 我过去担心世界和平的时候, 自己过得很不好, 后来担心别人的时候, 很多都不如意, 直到我不再操心与自己无关的事, 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好了。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, 百分之九十九都无用, 那什么是百分之一的生活? 这就是百分之一的生活, 不随意介入别人的生活, 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, 不在别人的世界里指点江山。 只有这样, 你才能做到真正的极简, 才能享受到真正纯粹的生活。 零四, 结语,漫画家蔡志中说过一句话, 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, 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。 木头如是, 生活也如是。 一个人心灵的空间是有限的, 只有去掉不必要的, 内心才能盛放更为重要的部分。 抛却无关的人和事, 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百分之以上。 不为外界所类, 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淡薄, 才能活出生命最真实的色彩。 点个赞吧, 与朋友们共勉。